而昨天在南投这边则是发生了一起火车的擦状意外 更离谱的是呢 这位糊涂的骑士他竟然以为说晚上不会有火车经过 所以就把自己的机车是违规停在了车道上 造成了列车的擦状 救护车赶着送80多岁的老翁到医院 没想到路上却困在平交道前动也动不了 原来是一辆机车违规停在铁道旁 一名家住南投积极的18岁流姓骑士 贪图方便以为不会有火车经过就离开 去找住在铁道旁的阿嬷 没想到还是被末班列车撞上 机车车可被撞掉了一大块 还好当时机车上没有人 但第一时间火车马上煞车 但也触发了三处铁路平交道柵欄的联动 车一停就停了40分钟 车子过也过不了 我们那个铁路平交道柵欄到不起来 要拥堵人站在那里等候 有点 糊涂七世贪图一时方便 侵入铁道乱停车 差点闯下大祸 现在不止自己的机车毁了 还得吃上公共危险罪 以及台铁的秋长 中天新闻周大祥杨博伟 南投采访报导 好 有点冷静